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事评论员亦是非常资深的新闻从业员程翔先生 我初初请了程翔来说香港大学的白日白事件 因为上星期写了个香港家书 如果有时间都会找他说一下 不如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全世界都说我不说这件事我是失职的 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观众 都会想听程翔是怎样分析现在这个状况 有些人说七国那麽乱 那是否北京 北京最喜欢操控这些事情 尤其是这麽重要行政长官选举 那现在这样的发展 是否在北京的操控范围内 还是否北京暂时失控呢 是怎样搞呢 那就是请他分析一下 那第一件事呢 现在这个唐英年 就真的差不多成为过街老鼠 很多人都骂他 但是呢 他在这个星期一那里 就走去遞一些名字进去 因为今天是星期二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闭在星期五才出界 那但是都没办法了 那但是我们今天录影就星期二 那他在星期一呢 他就拿了几百个提名 就走了去报名 那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很生气 觉得喂 你其实应该退选吧 你还报名 那样就说好像之前 他又入过中联办 聊过的 那你又怎样分析 唐英年现在的这样的动态呢 据我所知 就直到昨晚 即是礼拜一晚 他这个代表 就是正式报名 以及叶柳又出来说会参选 之后我所了解到 直到昨晚的情况为止 对于北京来说 他暂时还认可 两个候选人 即是原先的唐英年 以及梁振英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早前唐先生去了中联办 得到同样的讯息的时候 他就觉得是可以继续去马 而他这么急 他一星期一就入旨 亦都说明他是想止蚀 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些 会不会有些人 像社福界那样说过不支持他 是 拿回提名 那时候他为了避免这件事 所以先马上把三百多票递进去 以防有些人会在他往后民望 不备的时候 收回提名的时候他就很糟 所以我想他在全城的控诉下都愿意去 可能他就看到北京暂时来说 都没有换马的迹象 那北京即是不动 或者没有改变取态 是否因为习近平就去了外访 而是没有人持有主意 还是北京看下去 你香港吵吵吵吵吵 没有问题 我决定了的事情就继续去的了 实在是哪一样呢 我觉得这是两地的文化差距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譬如唐英年的唐宫 地下唐宫在香港搞得妖妖妖妖 对大陆的高官来说 算得什么事 大陆的高官 有几栋别墅的 大有人在 更湿湿碎 在自己家里挖一个地栋 对他们不可思议 而为什么你香港人会这么紧张 会炒得这么大 好像梁振英那样 西九可能会有利益冲突 对大陆来看 大陆的高官利益冲突 不要说利益冲突 直接以权谋私 是唐而王之来做的 他根本也不理解 为什么你香港人这么紧张 就是说那小小的利益冲突 楼部的参选 公司有份参选 那样东西都搞得这么多 我想这是一个文化冲突 在北京来说 他们不觉得 他们官场所习惯的东西 他们不认为香港是什么问题 所以他们不认为 因此你准备香港人 吵到要更换 他们不认为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主要是两地的文化差距 很恐怖 但是有些人听过唐刑那些人说 譬如前几天 因为群情很洶涌 那些人就问他 喂 那他是不是退 去到哪个位才肯退 他说 也有位肯退 如果有刑事的控诉 他当然就退了 后来有些人又说 包括你老朋友夫子 刘瑞兆都说 北京都说 这些没问题 除非你刑事被人起诉 那真的跟我们香港的 刑事文化差很远 我们香港这麽少的东西 都可以这麽执着 喂 不是少 我的意思是 在北京看来很少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这麽执着 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 是零容忍 但北京来说 他这些高谷 他做这些东西 无日无知 周不时给大单多的东西都有 所以他觉得香港人 小台大做 所以他在这麽情况下 北京不认为 因此就要去换马 那可能真的会很大件事 因为如果他继续 支持唐英年 继续去 你其他那些 全部都不让他入习 继续去 那继续投票给他 我想 就如今未知 习近平未回到北京 但我觉得 北京内部也有些人 看到这麽不妥 所以他才看到有些有心的人 放消息出来 就叫曾玉成去马 所以我们看到曾玉成都是约约欲试 希望能够参选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北京也有些人 是作两手准备的 万一香港的民意真的太空洞的时候 他对他来说 选择出来都是没有意思的 他都觉得需要找一些后备 而且特别是曾玉成提出过大和解 提出过建制派要大团结 对北京来说也是很合听 因为现在建制派的大分裂 对北京来说 北京也是不想见到的 他一直希望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争 找个人来陪跑 让你有些竞选的味道 怎料你一旦有家人 引入竞选的时候 原来可以这麽激烈 这件事就已经造成建制派的大分裂 建制派的大分裂 就已经是 我听到 已经是说大家阵营里面 都对对方阵营 如果万一胜出来的时候 都很担心 就是很担心那种政治报复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北京可能都会有些人 在考虑着万一在这种情况下 找一个大家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 出来顶蕩取代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曾玉成 他也放了消息出来 就是说他下个星期会决定是否去马 我估计他说下个星期决定 就是看习近平23日回北京之后 他是怎样去衡量那个形势 所以我就觉得 虽然到现在为止 北京认可的参选人 有些人还是两个不变 但是既然有些人已经作了一些 试探性或引导性的消息的发方 使得曾玉成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他有一些后备的措施 其实就算我们民主党 都有一些来自内地的人 周围打探 其实第一句就问唐英年怎样 都是想去收集这些意见 但是刚才你说到好像 他们在香港那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算什么事 我觉得不要紧要 在北京的眼中 就是北京觉得不要紧要 如果不要紧要 就算收集完 就算收集到 听到很多人都说 很不行 他应该不选 北京说有什么紧要 我们周围都是在内地 这些算是什么 昨天星期一 有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问我 谈这件事 他说最重要 喂 他说看样子现在在香港 好像舆论 是真的起到作用的 请你觉得舆论对于中央来说 香港的舆论 起到多少或者多少的作用 在这些问题 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行政长官选举问题 你譬如说 台湾核电大家都很清楚 你多少人上街都好 对邓小平来说 华智里 售都不售 照起 所以 在这些问题上 大陆是会不理你的 但是 你譬如说 23条立法 50万人上街 北京看起来不行 立刻收回 所以我想是看什么问题 好像你说 今次这个选举 是不是 民意 就能够左右北京的决策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 特区首长的选举 归根到底 要摆到中国大陆最高层的势力分配来看 分分钟香港这个位置 是摆在太子党团派两大阵营之中 互相衡量 互相拿来交换的 就是你或者拿到这个姿势 我就放出这个姿势 轻易 香港人的民意 就去改变 这种局面 最大问题就是 在他的政治文化里面 他不觉得你这些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我听到你说是不觉得 但是你也都说他有些人 在他共产党里面 有些人都觉得 喂 其实都未必好 主要他觉不觉得是一样东西 而是那两派 唐营和梁营 是水火不容 很多传媒都报出来 甚至说到他有些唐营的人 走到中联办 他们自己都知道唐的前途都不妙 跟他说 喂 怎么办 甚至说 你找谁出来都可以 除了姓梁那个 他说如果你不是这样 我们就丢掉票给姓何那个 就是给何俊仁 给他一个水干 他胆都未必敢 但是他说到这样 就是说我们水火不容 所以我相信他们北京才被逼 要想一下 要不然你建个地下皇宫 或者你建一万尺 我们内地都是这样建的 所以他们现在 你刚才说到这个团派 就是胡锦涛那些 共青团 还有太子党 习近平地那些 我是会担心 你就说去那些位置 大家交换一下 就说得好听一点 我就担心 是个权力斗争 而香港 因为我们是中华人民国一部分 就被捲进去共产党的 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可能真的有很严重的后果 以往我们喜不喜欢都好 英国人在的时候 英国人都尽量都帮我们挡住一下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他们在那里斗 那一定有人说 我会担心这一块在香港 我会担心来斗 刚才你还没说到一个斗子 你就说去交换 其实你都说一定斗 那我们不是很大劲 其实香港人为何那么怕共产党 或者不恨共产党 就是害怕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家人 亲戚朋友都在共产党的斗争之下死过 如果现在又来斗 又斗到我们身上 那当然会吓死 无论你愿意 愿不愿意 香港现在的政治 已经是大陆政治的一部分 香港最高领导人 一定是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利益分配 和利益交换的环节下 是放在那里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是无论我们接受或不接受 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看回他最初的局 放下去 大家都看着 都想着是给唐英年做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梁振英是要兼入来 当然亦都在共产党里面 就有些人支持梁振英 后来也都放平了 好了 两个一起去 不过就应该是给唐英年的 但是如果什么原因 唐英年不行呢 梁振英也可以接受 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剧本是对的 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唐英年不行 那就给梁振英 本来已经大局定了 梁振英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这边的人说不行 我不收货 这个不是剧本的一部分 所以中央有本来定下来就是这样 突然间你要反口就好 你不接受的剧本 当然我想最终 如果中央出来拍桌 都要接受的 你香港的有钱人是不是 还是怎样呢 所以在这情况下就走出一个真玉成方案 我想现在 在习近平还没回来之前 我想他先做好各方面的摸底工作 什么摸法 就是摸一下 大家比如说 曾熙成的意愿又怎样 他本人意愿又怎样 社会对曾熙成出来的反应又怎样 他才做好这些摸底意见 等大老师23号回北京的时候 就可以一拼拿来考虑 所以我想23号到27号 27号是礼拜一 谁要宣布 这几天会是一个关键 就是习近平回北京 到曾熙成宣布的期限 这几天会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 就是习近平要在衡量各方的意见之后 包括他那些探子 探完曾熙成的意见 探完香港社会对曾熙成出来的反应等等 就是他要再一个决定 究竟是继续按原来的剧本来做呢 还是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可能会换人 我也听到很多人去中联办说 他们用ABL Anybody but L 大家都用这个代号来说 ABL 如果是这样的话 北京是要考虑 假如按原来剧本给梁振英上的时候 香港社会的反弹会怎样 所以刚才说民意有什么角色扮演 所以刚才你也说他会考虑社会的反弹 亦都包括唐营的反弹 还有曾熙成亦都出来说 他其中一样考虑的就是市民对他的支持 现在初步出来的民调就不是很高的 所以另外一样要考虑的就是有些人都说 7-1就永远都有游行 7-1就是新的行政长官上任 如果你找了一个人是很讨厌的 他上任那天就可能有80万人或100万人游行 那你北京要不需要呢 但其实就不需要等他7天 因为民阵已经安排3月18日 就是刚刚3月25日那个选举 前一个星期就游行的了 本来游行就是抗议小严子选举 就是争取普选 但如果现在搞到全城沸腾 你只是那个318游行 可以整二三十万人出来 你说北京怎样考虑呢 所以他不是说要有个方案 他也要看民意 他要看民意 在这个情况下他要看民意 否则你23条那次也不会说 23条就是因为田北俊 看到民意就收回那10条而已 老实说如果田北俊是继续支持 我相信董建华也要去的 他那次就是田北俊提了民意 然后收回董建华不够票 但是今次就是如果曾育成继续这几天 民调出来都是比较低 那他自己就没什么心机 那他也不是很想去 但是如果真是中央又想找个第三方案 那我也不知道他怎样收货了 那难道真的找了叶柳 叶柳都不可以取代 都不可以成为第三方 为什么呢 因为叶柳他 听着叶柳 程翔说你不行 因为叶柳是导致23条50万人示威 因为叶柳在叶柳在叶柳 尶柳他在后来选立法会的时候 能够高票 但立法会和特首始终是两回事 你在立法会能够高票入会 不等于你在行政长官是有机会 因为这件事是很深刻的 因为叶柳在上次的做法 是和香港人的意愿 和香港社会的做事方式完全是脱节的 而我们到今天为止 都未听到叶柳很狠切地就他那次的事情 惹怒了50万人这件事道歉 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他或者他先道歉 然后大家再来考虑是否给他 他不是他当自己道了 他说他今天都还说 今天星期二早在电台都说自己已经道了歉 但是人家问他那时候这样做法 他说我是对得国家住 其实国家就是对得共产党住 如果对得我的上司住 市民立刻打上去 你是拿公帑出粮 你对不对得香港人住 他那个就是说我做那个位置 我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 这样他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我真的有时候都不太明白香港人 香港人很善忘 我觉得香港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这么轻轻放过他呢 但我觉得如果他要出来选特首 他这些问题是不轻易过关 我自己觉得 公正我都不轻易 就算几个阵营的财团也好 我相信都不是有那么多人支持他 政党也没有什么人支持他 立法会都有很多个党派 除了他自己的新闻党之外 也没有什么人支持他 你看那些大公司大财团也没有什么人支持他 他就马上出来说要选要选 所以有些人说他经常抽水 他以为可以因此而吸入唐营的票 是吧 他又说去过中联办 别人问他 中联办怎么说 他又不告诉别人 那次他坐在这个位置 我都访问他 那时候他刚刚成组党 又去过中联办 我说中联办怎么看 你组党 他都很坦白 他说中联办里面是有不同意见 其实有些事情他不是那么听话 有些人说你不要搞那么多 但可能有些人叫他搞的 他就事但拿了一样出来就做 曾玉成 你觉得他出来可能是一个方案 就是他摆平了 而且民主党主席何祥隆都说过 曾玉成就是这个建制派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为什么他一早不出来选 所以有些人现在在这儿质疑他 包括郑耀堂 你又看了报纸 这个工联会的头头 郑耀堂 他说 这次才出来 难道你真的拿民建联的政纲去执字说 没有质疑他 为什么老曾一早不出来 老曾为什么不出来 这个就是非止之罪 这个是中共的政策 为什么不让他出来 为什么呢 我记得在80年代 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的时候 有说过 香港的左派 不要在回归后的香港的角色太明显 当时邓小平说过 最好是三三制 就是说左派的力量 最多是三分之一就好了 以右派中间的为主 而在行政长官那里 都不要派共产党员去执政 这些邓小平这些说话 我是亲耳听的 至于在邓选里面 有没有记载这些东西 我仍未去抄 或者有些朋友可以帮忙 抄桃给阿诚听 如果按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话 香港的共产党员 就不应该上来的 而香港的共产党 也不要 有欲无荣 因为这个政策制定 你在香港就是要 要执行中央政策 如果执行中央政策的话 你就要接受有欲无荣 但是我们看到 过去其实曾玉成先生 在香港的社会上 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左中右都能够接受的人 亦是一个基层和财团都能够接受的人 本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角色 但是由于邓小平有这些说话在先 变成了整个左派都不敢对一个这样的人上来 但是现在 为什么又有人要推他出来呢 可能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因为作为后备方案 万一唐梁都能够接受的人 万一唐梁之间的矛盾 会这么撕裂的时候 这个时候 曾玉成先生所提出的大和解 大团结 这件事就正正合乎北京的维稳思维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才会放一些声气 让曾先生考虑一下他议员如何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我所理解 但是邓小平也说过 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好猫 所以就不理他了 有可能就是面临一个困局 你如果是在民意这么大反弹的情况下 继续委任阿唐的时候 这个就可能他也有部分人知道会很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考虑一个第三方案 就是把邓小平的说话 暂时放在一旁 阿请你也是很清楚的 都认为曾玉成一定是共产党员 不用我去很清楚地说 我不可能很清楚地说 而是你分析曾玉成那一番说话 你就可以知道他应该是一个党员 他说他会适当时会遭这个问题 就是彻底交代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他现在当他是这样 他又出来说我是这样 你猜香港人的反应是怎样 我想如果他因为香港有一条很具体的法律 就是你特首不可以是 有党籍 党籍 他应该可以连消带打 他就说宣布退党 然后参选 这个就是 就是退了民建联 也退了共产党 全部都退了 没有党籍 参选 退了共产党之后 出来参选 当你这件事要阿爺手肯 譬如说阿爺同意他这样做 他可以用这个方法 都不用他特意承认或者不承认 宣布退党 退共产党 那当然是承认才退 你都不是党员 你退什么 他不用特意花时间来说 解释自己是否党员 光随宣布退党 但是那法例就是说 你当选了你才退 因为那法例是容许有党籍的人参选 不过他免得搞这么多事情 不用你乱退一通 你都不能选 但是如果你当选你就退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等到当选才退 或者一出来我现在参选 我退党 他如果是我 如果我是他 我就会一宣布参选 我就退党 因为你参选而不退党的人 你这就是你一个魔咒 你经常要去解话 倒不如宣布参选同时退党 其实老实说 从共产党的角度 他退不退党是没有分别的 他是不是生日共产党人 怎样都是共产党人 但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香港人应该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迟早有一天 共产党员就以公开的身份 在你身边工作 加入政府 加入种种的资讯机构 这件事是迟早发生的事 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 身边共产党员很多 已经 在哪里 你告诉我 正在运作 运作 运作 日日后影响香港政治 为什么你还要以一个 地下党的身份出现呢 我就想不明白 其实可以讨论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共产党 现在说 好了我不是地下党 我现在出现 第一件事他要面对的 香港法律 注册 登记 他是不是好像我们民主党 用公司法 叫中国共产党有限公司 他怎么办呢 难道说我是共产党 我不用守香港法律 他怎么注册呢 我们香港没有政党法 这个是一个下一步的问题 他主要就是 我想他的心态就是 我共产党不需要 接受这个特区政府的登记 这个是一个地位的问题 就是那个 权力的地位的问题 我在内地堂堂 因为执政党 准备来这里登记 那我们法律面前 是零等的 是 那怎么办呢 我零可就不登记 在运作 零可就在地下 那怎么更坏 但这件事 反而我觉得不好 你 我就常常觉得 我在九七前 我都这样呼吁 九七后 你共产党就应该浮上水面了 不要再是这样 以地下党的形式 在这儿参与 实际上影响香港的政局 你倒不如你打正旗号 擺出来 我就是共产党 我以共产党的身份 参加你种种的政治活动 我看下去就知道 这是共产党 这是共产党 好过你现在偷偷摸摸 不过有些人就说 我们是一国两制 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突然间共产党走出来 是不是 谁 程介南 我看到她在电视上也说过 她一出来 那些人立刻说 一国两制 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你以地下党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相信你一国两制 有了 现在我们都在说 你有西环有中环 西环控制中环 对 西环控制中环 那你有什么分别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共产党在香港 那你何必还假猩猩地 以一个地下党的身份出现 没有必要 这个我相信都不会在选举之前处理到 但问题是如果珍玉成真的要出来选的话 他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 这个可能是一个令到北京暂时不找他的原因 因为如果他出来要选的时候 他一定会面对这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北京还未想到如何解决 哦 那就糟了 但是我问回你刚才的问题 如果周六成同意说 好了 我就借一条招 就是退党 他退不退党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大家都明白 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 你退了你又听共产党说 你不退了你又听共产党说 你以为特区政府身边没有共产党员 是吗 当然有 就是了 所以你 就是了 不过香港人的心好些 你不是共产党员 我记得第一届董建华时代的时候 董建华身边有一位 陈建平先生 难道他不是党员吗 所以你说有没有 没有错 都是一个形式 都是有共产党员在操控监控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说 我们香港人要心理上接受这件事 迟早会出现 而我也觉得共产党员 既然你是实际上在发工的 在各方面 你就不如堂堂正正站出来 我觉得这更大家都好 不过我相信有些香港人就不同意你的说法 当然很多人 就是他会觉得 哇 怎么搞错 一国两制你为什么要走出来 就是你撒出来 就是人都怕 你当然有些人在搞这搞老 就是人都知道 尤其是他中联办 就算九七之前 我们选亲举他都走去做协调 在搞这搞老 另外一样 除了共产党的问题 其实北京就不是很喜欢香港有政党政治 因为政党政治一直发展 就迈向执政党的 除非他是共产党 他又不出来 所以你无论民建联也好 工联会也其他 他都不想你快高长大去成长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他就常找人去选行政长官 是没有政党背景的 那你又没有票的 有什么事就去找西环 叫你帮他沽票 这个是否都是他们的心态 为什么中共不喜欢香港有政党呢 因为政党就是一种有形式的力量 一种力量 有组织的力量 所以中共不喜欢在他治下 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 所以当年我记得最好笑了 即是回归的谈判的时候 就规定香港不能够有政党 最多叫做政治俱乐部 这个是 哪个人说的不是谭小平 是廖成智讲的 你们不要搞政党 最多搞政治俱乐部 所以可以见到最早 民主党的你们 都是叫港同盟 都不是党 都不敢打正旗号党 反而是李彭菲 夠膽以党 建立第一个政党 自由党 由于当时邓小平有一个政策 香港不搞政党 最多就是政治俱乐部 俱乐部 俱乐部不是一个有力的组织 但是民建立也是 所以民建立也是不叫党 但是他现在都认 都是党 那你实际上是党 只不过为了信阿爷的意思 就不叫党 实际上谁都知道是党 所以我回答你的解释 你为什么怕政党 就是因为在他治下 他是不接受任何有组织的力量 而如果有的话 这些组织都要是他牢牢控制的 掌握的组织 他才找到他们存在 那现在香港的局面 他觉得他自己是否能控制得到 那么多个党 大的原则 你都走不掉他的 他就不可以真的派书记 入你的组织 我们看看大陆 任何政党 所谓八个民主党派 哪个党派没有共产党的支部 任何妇女青年团体 全部都有党的支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放心 因为他是百分之八直接操纵的 但香港毕竟不可以 他只要派党员进来 以非党员身份 参加民主党的活动 但他不可以在民主党里 承立一个共产党支部 如果邓玉成出来 他也是民建联 共产党 这样就变成了民建联 对于民建联的影响也是有的 所以有些人就说 现在他要盘旋一下 对于民建联 在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有什么影响 如果真是邓玉成做了行政长官 虽然他要退民建联 但是他是民建联的人 这样就是 民建联自己又会害怕 死了 市民又中摆效应 你党的人都做了行政长官 我们给民主派票了 中央会怎样想这些事情 我想未到这么细致 我想最头恨的就是 怎样摆平 在局面上主任 特首摆好 搞定之后 下面的人容易摆 我觉得现在对曾玉成来说 最大的不利就是 万一他要亮出他的党员身份的时候 跟着一系列的东西 共产党未想清楚怎么办 譬如说 你是否在香港注册 在香港是否地上化 这些事情他完全未考虑过 那时候他如果因为曾玉成出来 牵动他要想这些问题 他不想着希望 希望你不要出来 那应该是叶楼 可能真是大件事 曾玉成另外一件事 是大和解 当然大和解 不多不少都会涉及民主派 虽然他内部都要和解 因为我们是很大件事 民主派 立法会有60个议员 有11个乘20年 尤其是六四大屠杀之后 真的不准回大陆 曾玉成有没有这样的能量 去令到中央去搞到这个和解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样 完全没有团去大陆 因为就算保皇党 他都免得搞 因为他可以搞一个团自己去 我们全部都圈出来 也没什么意思 除非有时有空就说 我施舍给你去两天 很多事情是很难搞的 其实他公开都说过 但是你猜这件事 又是否另外一样 令到中央很头痛 我觉得在左派阵营来说 曾玉成是小友的一个 愿意站出来 从香港的角度来看民主派和北京的关系 而且能够提出一些香港人听起来 会比较合情合理的做法 但问题是他这种看法 我们很欣赏他这种看法 但遗憾的是他这种看法 有几大程度能够受北京重视呢 我现在看不到他这种看法 正是受到北京的重视 如果受到北京的重视的话 老早已经开半边门给你们了 但是他提了这么久 他呼吁了这么久 他都在很多场合 私人长合好 公开长合好 他都提过这件事 但可可惜 就是falling on deaf ear 大家去北京去诊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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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去珍惜 所以这是值得遗憾的 如果他今次出来 假如北京会考虑就是 如果你出来 你将来以特首的身份 慢慢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变成北京都很被动 其实董建华时代 都曾经想达成这种无和解 但是都是不成功 你知道董建华是有试过的 有 曾荣祥有没有试过 那我不清楚 曾荣祥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董建华是有试过的 但是失败 其实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北京真的抗拒得我们这么厉害呢 是不是真的有支联会 但是很多人其实都不属于支联会 都摁了一堆 全部都没得搞 有支联会 一个外国势力等等 这些都是他最忌忌的东西 有什么外国势力 所以最近报纸卖最好笑 说谁支持民主派 就是捐款 爆了黎智英 如果他们经常估计外国势力是这么巧 一爆出来 原来你收了这么多外国钱 各样东西 只是那里他已经看到了 最没有资格说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共 因为中共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收牢报 收到他大为止 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 他提出这些问题 一定别人会找回他的历史来看 中共什么时候 四九年之前的中共什么时候不是收牢报 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些问题很蠢 不过其实这一样东西 我亦都听到 所以你说周六成 是在他们的派里面 是比较少数的人 他真是同意这一样东西 但是其他人 虽然他口味或者他都说是同意 但是他未必同意的 哇 你回不到大陆 我回到我当然有利 如果你又回到我又回到我 我还有什么值钱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当然 你又去告诉街坊 你又帮他我又帮他 我回到他我当然帮到你多些 这些人开班都回不到你 你不要相信他 他觉得在政治角力 他就有一个优势 他当然跟北京说 不要让他们回到他 他是个坏人 你说张又成 他亦都没有能力去说服自己的人 你说真是 唉 但我想北京对香港民主派的看法 都不一定是受民建联中的一些 像你所说的 你们的竞争者的影响 而可能是有一些很根深体固的看法 什么根深体固 要不就是外国势力 还有什么 顛覆了 顛覆了 外国势力 顛覆了什么 他本身是一个反民主政党 你们提出民主 是一种很大的冲突 就是说我们想颠覆他 喂 最近我看乌磡村 人家也有 那个票箱还高 那张桌子 多厉害 我一看金融时报 这个什么国际 什么先驱 什么论坛 任何人都是头版 乌磡村那班人选 未曾选过 选了一个委员会 多厉害 那些才是 我们香港选的行政长官小圈子 何时会上到金融时报头版 除非出血 多厉害 那些才是巅峰 在你自己的肚子里面 是不是 你排斥我们做什么 但是乌磡村 多厉害 我都很开心 其实看那些 那些才是中国的希望 他们多厉害 当然 你怕我们做什么 但是周围都 我希望遍地开花 但你不要忘记 广东省比伦港澳 很多时候 都认为 广东省的问题 是受港澳影响 我最记得 八十年代的时候 北京的极左人士 提出 国内之所以有阶级斗争 因为港澳还没有收回 所以为了防止 港澳的影响伸进来 我们要关起南风窗 现在 廣州有一份集资 叫做南风窗 正正就是 就是当时廣州的一些传媒 又顶住这种 或者是删除南风窗的势力 他们就特意 搞一份集资叫做南风窗 所以这件事你不要忘记 他们都是很忧忌 港澳的影响 港澳成大陆这么大 大陆的阶级斗争 为何还没完 就因为还有港澳 这种是根深体固的误会 或者根深体固的偏见 或者根深体固的恐惧 这个很多余 老实说 就算香港突然间地球消失 你怕它没有斗争 什么斗争都会继续来 不过只是你顺手 它斗开又拉你下去斗一轮 不过其实香港是对它有点影响 其实我们天天 现在无千无万的中国人走到这里 虽然现在这段时间有点矛盾 但是它来到这里 呼吸了自由的空气 又上网什么都可以看 电视又什么都可以看 去到书局什么都可以买 哇 这些其实是好东西 当然了 譬如今次我们特首的 地下堂公的风暴 对很多大陆人看来 他觉得香港可以这样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对我们的领导人 这样去监督 他很无奈 他在大陆来说很无奈 但是看到香港的文字 香港的市民有这种意识 有这种觉醒 也有这种环境 可以去对政府的人员实行这种监督 都不知多少大陆人很羡慕 这就是影响了 这就是影响了 因为我是维权律师关注组 我跟维权律师说 他告诉我们 他说最近台湾的选举 对他们内地很大影响 是的 他很多人又知道 亦都觉得这样的 所以台湾都搞得我们这个小圆子 为什么这么紧张 台湾都可以容忍到 其实他不想容忍 所以内地的变化都一直有 有有有 所以我很多时候强调我们要做好香港 我们要捍卫香港的价值 我们捍卫香港的价值 实际上不是单是为了独善其身 而是我们做好香港之后 我们就很自然能够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这种示范效应对大陆来说是产生促进作用的 那些维权律师都跟我们这样说 他说你们做好香港 做好自己本身 你有的核心价值各样东西 你要维护法治各样东西 一定要做好他 这样对内地都是有影响 但是北京因为知道这些东西 可能他又会想 所以他才那么害怕 所以才那么害怕你们 害怕我们被人 如果我们走了可能 我们走了有另一批 不是你身体是否存在的问题 这些政党理念 你们所提倡的这种东西 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刺激 很颠覆性的 他便会害怕你们 但是曾玉成 我们希望他明白我们的想法 他当然得到内地的信任 如果他可以解释给内地听 我相信董建华和曾玉权 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你真的解释给他们听 一他们真的不是说要打倒你共产党 是吧 虽然我们想结束一党专政 但是大家都是用和平的方法 如果有个行政长官肯这样 打个头出来 就是说多些东西 是否应该是对大家都会好 当然了 但问题就是说 譬如你看这么多候选人 似乎除了曾玉成 会考虑到 由现在12年到17年 选举的过渡 由小圈子 如何过渡到全民投票 这个问题中间要做很多事情 在未来的一届特首任内 是要完成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曾玉成 他比其他几个候选人更优胜的地方 因为其他几个候选人 谁会跟你看这些问题 看香港如何过渡到一人一票选举 你看唐的政刚 梁的政刚 都没有这些内容 所以 而曾就因为 他在左派来说 都是一个开明的人 所以他看到这些问题 提出你 但是我担心 正正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 愿意 将香港真正的忧虑带出来 可能这样更加令北京 不会去考虑他入场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我担心 为什么带一些问题出来 就不让他入场呢 那你是不是添乱 对中央来说 但是现在那两个阵营都搞到一锅泡了 不是啊 就是说你逼中央去想 未来五年如何过渡 香港社会如何过渡直选 这些东西 中央就不想处理自己 甚至有些人说 为今次搞到这样呢 令到他更加步步为盈 是 下一局呢 家英直选 家英你又竞争 下一局你又直选 是否还要死 现在十千亿人选都这么大 有很多人呢 就是今次这件事呢 亦都会去打小报告 说是否普选要考虑 那时候呢 我觉得呢 我们香港真的要有个人 敢于将我们的诉求 带出来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看不到现在两个阵营 主要阵营都看不出这个可能性 所以习近平回到去呢 就真的要慢慢想清楚 这几天真是非常之关键 是否会有很多人 被召上京去文化呢 被召上京 现在车轮转 上面的人来听意见都很多 就我所知 是吗 所以真的 香港人真是 唉 真是 真是很惨 其实最到最终都是北京要拍板 但是就今次这样拍法呢 都是可以说说香港人 都是起到些少作用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像你说的 他内地都是周街 都是有这些行工的 那些东西 为何要这么大件事呢 真是 唉 阿请你都不敢估一估最终是如何结局 是吧 估不到 所以Hara Wilson 你知道英国的首相 不在了 现在 他都说 在政治 一个星期都是很长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现在在这里说了 一个星期后 叫你回来这里 阿请原来你的东西都错了 所以你现在不想估一下 不是 是无从估 无从估 因为 你说 譬如说 这场是一场 一人一票选举的 你可以凭 种种迹象 来 估 你凭你认识中共 他怎样拨取 现在 但是 几乎是 是 决定于阿习 怎样想法 我怎知道 我不是阿习身边的人 我怎知道 这真是香港悲哀 总而言之 我们大家一路看下去 这场戏 还有一段时间做 我们多谢程翔 多谢你 多谢 拜拜